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我是沈岳 这里是GoFashion的旅行箱秘籍 这个是我平时旅行会带的一个化妆箱 那大家一起来看看 我的化妆箱里平时都会放一些什么东西吧 现在的三亚真的好舒服 就是天气不冷也不热 但是我感觉我虽然人已经到三亚了 我皮肤状态还挺热在北京 所以妆前的护肤很重要 正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款 这个Night Plants晚安计划素颜景致晚安精华 主要针对的就是熬夜 它可以快速的修复肌肤 出差啊 然后拍戏的时候非常适用 上手给大家试一下 它是那种花果调摄香 非常非常的好闻 真的 然后流动性也很好 里面添加了一些植物精粹和蓝铜钛 然后主要是可以有效的抗出老 对敏感肌也非常的友好 我下部戏就准备拿着它镜子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的肌肤状态 还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呢 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化妆刷 因为我们平时的化口红不一般都用唇刷嘛 但这其实是个眼影刷 它是这种源头的眼影刷 刷出来嘴唇就会让嘴唇看起来很自然 就是唇风和边缘不会那么明显 看起来比较温柔 就是这个 展示一下 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很有名的 这个清洁毛孔的鼻贴 就是我们在拍摄的现场 有的时候在棚里拍 灰尘就会特别大 尤其是秋冬季节偶尔就会有雾霾天嘛 尤其是鼻子还有T区这一块 很容易就会囤积一些黑头 这个CMP的清洁鼻贴 我就会随身背着 普通的清洁面膜 可能清洁的不够深 然后这个可是可以专门去黑头 净化毛孔 效果也非常明显 而且它的成分很温和 不会伤害到皮肤 也不像一般的那种撕拉鼻贴 容易损伤面部的肌肤 也不会刺激毛孔啊 去除黑头 然后油脂的同时 还能够平衡毛孔里的油脂分泌 大家平时有重要的场合 可以一周敷一个一次左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